从一个家的装潢 可以看得出屋主的个性 不过也有人是在买了房子之后 对风格一直犹豫不决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打造出 充满自己的个性 又温馨舒适的居家空间呢 今天我们要来拜访张兴总监 看看总监给屋主们 什么样子的建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空间的风格 会带给人一种印象跟感觉 而这也代表着屋主的个性 我觉得总监这一次的作品呢 以白跟灰 来展现一种很利落的感觉 也让我很好奇 屋主是怎么样的人 其实屋主的背景呢 其实她是一个我觉得很有品味的女屋主 然后她是射手座嘛 虽然我们做的是比较多温润的这种美式风格 可是我们宠物组的散发觉得 她应该会喜欢比较现代俐落 我们希望把这种现代跟美式之间的温暖做一个结合 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提这些风格 我们会透过风格跟屋主讨论 对位了 所以就是开始了这整体的设计 其实我认识的射手座女性 除了很有品味之外 通常她们也都很有艺术气息跟天分 所以在这个空间当中 我感觉总监有特别留了很多适度的留白 让未来屋主可能自己有一些收藏品啊 画作啊都可以进到这个空间来 当时你接手的时候 它是一个毛配屋的状态 对 这个屋子呢是38平 然后它做的是两房的空间 然后听就是这么大 那挑战的地方就是 它会有很多的大梁跟空间很多斜面 它不是一个完全正方或长方的格局 那我们要怎么去解这个设计就会很重要 你可以从大梁上面发现斜面 可是你看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 那个好像刻意做出来的设计感 那其实没有 我们利用这种大梁斜面的手法 去消你斜面的这种味道 它反而呈现出来是 这好像是刻意做出来的设计 满特别的 然后包含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收框的感觉 把斜面稍微拉直 你就会觉得说空间它虚掉了 它不会把斜面呈现 可是空间又有一点精致度 而且经理这么一讲我也觉得 的确在一般的美式当中 比较少选择这样深色亮面的地平 可这一次在这个案子当中也因为这个亮色的地平 让整个现代感的感觉也加进来了 那为什么把它的公领域区分为阅读区 还有我们这个沙发区呢 这个空间因为它不是属于正规的正房或长房嘛 那如果你封闭得很齿 这里是客厅那里是阅读区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空间很压迫 所以当时我们在设定电视墙的时候 你就会很伤脑筋 到底要摆哪里 最后决定这样摆 然后希望你坐在这边可以看到整体空间的样子 你不会有这种封闭感 空间的感觉其实它就是比较开阔的 然后我们藉由这个电视墙跟腰柜的结合 去区隔两者之间 可是它又带来空间的便利性 所以我们希望说风格它不是只有造型给予生活 我们希望这个造型里面它加入了实用性 就是多面向的 那在这个空间里就是这样很好看但也很好用 这就是张欣他在实用跟美感之间所做的平衡 刚才你有提到其实屋主他对风格没有很强烈的执着 但是经过讨论之后 现在这样的一个定调就变得很时尚很利落 但是又带有美式的温润 是为什么最后会走到这个风格上面来 其实我们当然希望在做每一间住宅的时候 都可以呈现屋主原来的性格跟他喜好的样子 当然这个借由就是软妆你可以呈现屋主的品味 可是在硬妆怎么去做它 如果说以现代这件事情来看的话 它有可能你一翻开好像 这就是现代大家都一样 那我们希望在氛围里面去呈现出这种现代感 怎么去呈现 几年以前吧 我就发明了一个风格的时钟 然后那时候其实一直没有对外发表 通常都是屋主来跟我们掐谈的时候 我们会在平面图上旁边有一个风格的时钟 它代表的是什么 你想象的家可能有美式 可是你又希望带一点现代 我要有美式 可是我希望偏乡村一点 可能有一些碎花 那我们要怎么去判定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发明了一个时钟 那比如说这个风格在我们的美式的基础里 其实它就是带着现代比较干净的元素 所以它就在风格时钟有一点 那每一点怎么变化的 就是从最简单到繁复 一直到比如说工业的比较多元的元素 然后再回到干净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去分辨它的风格 它是有次序的 有整合力的 然后把这些风格包容在张兴美式的温暖度里 在阅读区呢 除了百叶窗之外 我有特别看到你的书柜也有保留它最喜欢的这种美式风格在里面 我们在整体的调性 因为它是串接嘛 所以它是以黑白灰为空间的主轴 那我们用比较大的书柜 但是它做的是现代的颜色 所以它有一点隐晦的去讲述这个美式 可是它又不会是很全面性的 说看上去它是一个现代色款 仔细看 原来它是一个美式感的书柜 那其实在书房就是我们的下午茶区阅读区的部分呢 它其实是一个整合性的空间 就是你在这里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比如阅读啊 你要跟朋友谈心 在这个区块是很舒服的 所以色彩跟这个比例的拿捏在这个空间当中 占有很重要的角色 刚才有提到总监这一次有很多的留白 是不是有特别的用意在里面 我们在张兴的风格里面 我们会讲到一个582的设计概念 那582的设计的法则就是指五呢 叫做不能动的东西 就是我现在做上去之后我没有办法再动 比如说这些柜体 天花板 就是你无法猜动的 那我们只会做到五分满 那剩下叠起来到八分 是给软妆去做整体的展现 其实我觉得每次在8的讨论的时候都会很有趣 是因为你可以真正的去touch到屋主 它的性格 它的样貌 这一次的软妆主题呢 其实我们是用咖啡 一杯咖啡 精致的咖啡去做整个空间的发散 那这个咖啡呢 其实我们就像喝拿铁喝carpuccino 它是不是要一定的比例才会好喝 买多少 奶泡多少 咖啡的比例要多少 然后放进一个非常精致的杯子里 那这个杯子里 它是一个黑色的杯子 你想想 它会有金色的汤瓢 然后边缘有金色的边边 所以这个软妆呢 相较于这杯咖啡 它就是在于比例的呈现 比如说沙发 单品 或者是大茶几 或者是餐桌 其实都是柔柔的颜色 那只有在小件的物件 会加入一些比如说金色 重色 用这样的方式去堆叠 而呈现这个空间的主体 的确这整个空间在色调上 是比较中心一点 黑白灰 可是不让人感觉生冷或生硬 是因为整个软妆家具 它都是圆弧角的 让人感受那种温暖 这种圆满的感觉 你看我们前面讲到 这个格局有很多 我们需要去破解的地方 大量 斜面 但我们非常就是知道 像这样子的关系 可以用你后续的软妆 硬妆 让空间变得 哇 这间空间好舒服 其实这些斜面 却变成这个空间的优势了 对 而且修饰的不着痕迹 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 这个餐厅领域来看一看 餐厅这里的感觉 会不会又不一样了 好 现在我们在 dining area 晚餐区 听说这毛胚屋的时候 建商就是把他的餐厨 放在这个位置 对 它其实这边是有个中导的 但是因为我们在空间的区分上 把客厅跟餐厅调整以后 它不是有一个正式的餐区 所以我们会希望它 合并在这个空间里面 然后我们把中间 改成是一个用餐区 那其实当然这个用餐区 它除了正式用餐之外 平常你用电脑或看书 或朋友来这边聊天 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场域 我们这边用的厨具是 原件商本来就有的厨具 所以我们在大砖上面 去做了一些有文理的挑选 然后加上地板的重色 因为有一个对比度 空间就会变得比较精致了 而且在这个dining area 我还有感觉是 它除了同色调的延伸进来之外 它特别的宽敞 是不是这个桌子有特别的低啊 像一般餐桌的桌高 是在74、75 甚至有的是更高 但我们都会落在73、74左右 的确是比较低一点 因为你交谈 跟你真的想要长时间做的时候 你比较不会掉手 肩膀是舒服的 对 这样子真的舒服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椅子 餐椅的部分 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是说 如果你的椅背悬高 你在这样的空间尺度里面 其实它在走动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碰撞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椅背跟餐桌 其实差不多高 但是它好处是 你可以靠到腰 所以做起来是舒服的 而且你的视觉是很穿透的 说要穿透 包含这个玄关的屏风也是 对 其实我们当时来做这个屏风的时候 因为它还是有风水考量 因为你门开 刚好就看到厨房 对 那我们又希望说 视觉是比较大方的 所以我们做了这种 有点半镂空的屏风 它不是完全 譬如说左右遮臂 然后包含用了 就是玻璃不同的元件 譬如说 有小冰柱啊 早期的小花波 去做一个拼接 但是因为它的颜色的感觉是一样 你会觉得有变化 但是看起来是舒压的 那还有一点讲到空间的穿透感 跟宽敞度 灯具上面完全没有使用 会垂降下来 比如说水晶灯啊 餐桌灯啊 灯具上是不是也有特别的安排 有 因为 其实我们这样讲嘛 灯其实是在一个空间里面 它是非常重要的呈现 因为我们都会常常说 我家希望像饭店一样的氛围 就是它的灯光 所以其实我们在灯具上 其实挑选的元素都是比较小颗的 然后利用它的光发散 去重点式的做照明 但是你知道 我们还要有一些工作 比如说我平常在家里 我要走动 我希望比较明亮灯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我该要用什么样的照明 让这样子的空间呢 那个氛围在夜晚也可以被呈现 其实我就是用线灯的方式 而且因为刚好这边它有大梁 然后我利用这个大梁去做斜面的消灵 光影就会变成是空间的表演 那这个时候 其实大梁的感觉已经不存在了 而且空间它会整个拉伸 每个细节真的都是 很用心的配置跟思考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 屋主想展现它这个内在跟女人味 比较温柔那一块的私领域 应用平时的待客需求 客房空间已舒适的色调布序 让亲朋好友留宿时 都能感到放松自在 另外设计师也考量日后的 孩童房运用 事先配置好书桌及完善的衣柜机能 满足未来孩子的成长所需 哇 双开门 它就是有一种仪式感 你想想看在这种童话故事里面 公主打开窗户 就是这种双开窗 迎向阳光 就是那一种很快乐 然后很舒服的感觉 好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 女屋主她的私人空间 刚才总监你有特别提到 在外面的公领域 她希望给人一种 率性俐落的感觉 但进到私领域 她有特别交代说 想要多一点柔美 这是最接近她心里的那一块 当时在提案的时候 其实我们把外面 比较现代力度的感觉 延伸到主卧的更衣空间来 整体她都很喜欢 她就说 可是我希望卧室 还是能够回到那种美式的温暖感 所以其实我们就用了张欣 美式的基调的元素 去布了整个主卧的空间 那在更衣间呢 她是做一个 墨字形的衣柜收纳 那我们希望说在她的门扇呢 她有一些精致感 所以我其实是用双开双开的门片 然后你会很整齐去罗列 比如说你的包包 比如说你的外衣 其实是很整齐的收纳在这个里面 这些很淡雅的美式线条 就会去增添空间的温暖样子 包含在化妆镜的部分呢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我们在保养化妆的时候 光源的感觉是漂亮的对称的 所以利用光带 加上镜子的感觉 它也使这整个更衣间 它有了精致度 其实进到这个屋主的 私领域房间里面 它色调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 可是它的温暖度提升了 是为什么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除了就是美色线条之外 那我们呢在这个刷漆的颜色 我们讲灰啊 它其实会有不同暖度的灰 那它从暖一直到冷 它都是灰阶 那我们在这个空间 它采用一个偏冷的灰色 但是我们加进来的一些软件 它有一些暖色的基调 金色啊紫色 木地板 对 你就会觉得 这个风格的颜色的碰撞 会让你有记忆点 它是温暖的 它是一层一层被叠起来的 那582的元素其实概念就是这样 它是层层从最干净的基础 一层一层叠出来这样的空间 所以它是耐看的 那你特别也提到床头 不要做太多的设计 这个也是当时 为什么会有582这一个设计的理论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空间的基调里面 我们用白叶已经呈现了美式的元素 其实它很多了 所以我们希望在床头面 你就不要再多给了 这个是用谁 582的8就是软妆 我们挑对床的样子跟颜色 还有两边的床边 去呈现 这个屋主喜欢的性格 他的喜好 这样就够了 好 倘若你住进来 过了多年以后 你想要更动空间的颜色 可不可以 可以 我可以从冷灰 改成偏暖的大地色系 我可以藉由窗帘的颜色 藉由家具的样子 我把它稍微调整过 它就有不一样的风情展现 这个时候你不用大刀阔斧 去拆啊 动印装 你可以有不同的样子 就像是一个美丽的女性 她追求5年后 10年后 我都要维持这样子的一个优雅动人 但是我每天可以用不一样的心情装 我可以装点自己 我可以换换口红的颜色 我可以换换头发的颜色 然后不论什么样的帽的我 它都是我 然后它都是这么样的耐看 我觉得这是看张庆总监的作品 给我的一个感想 谢谢总监 今天带我们来看你最新的 几个现代美式作品 我很喜欢 谢谢你 我非常爱挑战 我觉得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而言 就是你对于想要做些什么事情的这个欲望 是你不会减少的 你会很希望可以突破你每一次的自己 挑战不是在于你把空间做了多经典 或者是说你的造型下次又有更多的变换 我的挑战是在于 你是不是可以圆满整件事情 一个室内设计的专案来说 它从开始到结束 它是这么大的量体 大到一个空间 小到一根螺丝钉 其实你都要去照顾到 那真正的每一个屋主 其实性格都不同 喜好也不同 你要从开始到圆满的结束 这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的挑战就是 尽可能的在屋主的期待里 让这个团队的合作无间 去满足屋主的想象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伤心风格就是美式 其实也因为我们透过这种沟通跟交谈 然后从我们的最前端开始 一直到最后端的软庄结尾 比如说抱枕的挑选 将来升腾的空间是怎么样 其实我一直很 希望屋主可以享受 在整个团队的从开始到圆满的结束 我觉得这是一个 让我觉得这是一个梦想的团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